再就是为什么要烧金银纸 这个很多人现在说 这个佛教都不主张烧金银纸 这是来自台湾 来自台湾 说是污染环境 这个烧金银纸没有用 为什么 我们这些人死了都上极乐世界 要金银纸干什么 胡说八道什么 人一死就叫往生西方极乐 往生西方极乐多难啊 那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那没往生的去哪了 没往生的 他有个人魂 在这个骨灰上面 在尸骨上面 他这个叫心相续 你活着你要花钱吧 活着你要吃东西吧 活着要穿衣吧 你死后如果心相续 还有念头 要不要吃东西 要不要花钱 要不要穿衣 需要 需要谁给他 活着的人烧给他 为什么 这个叫能量守恒物质不变 我们把金纸银纸烧了 你花了十块五十块多少 一百块 买的几千万的 那个钞票 随便印砂了 烧了去哪了 这个有化成无了 化成能量了 能量可以转世 你想给谁 他就收到了 收到他那儿又变成他需要的东西了 你烧的金子 他变成金砖了 烧的银纸变成银砖了 烧的铭币 他变成现金了 我这经常收到人家的投诉 你让我的金银烧一点小的钞票来 因为他们没办法兑换 现在拿一张都是几千亿 几万亿 人类这拼命的印 百元的都没有了 十元的更没有了 这个就像百万英镑一样 人家没办法给你兑换 有这种事情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是什么 大家不要听人家讲 你要认知实相 你的认知是什么 老师告诉你 这是有化无 无化有能量守恒物质不灭 你在这面烧了 他那面收到了 他受用了 所以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礼包 中元节烧给亲人 一箱一包烧给亲人 来供养他们 那么我们这么多亲人烧得起吗 烧不起 所以我们又用画质 这个作义 得作义 一化石石化百百化 千千化千千万 度尽众生使成佛 把一个箱化成千千万 不单给自己的亲人 还给那些孤魂野鬼也送一些 这个好用 所以这是实信话 大家要重视 欢迎点赞 留言分享 红阳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